朋友们,大家好啊,这期我们见面了 现在很多朋友啊,就是咨询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啊 种植的一些瓜类啊,白粉病啊,比较严重 那么咨询就是我们这块啊,怎么样去防治这个白粉病 白粉病呢,实际上它种在预防 我们考虑它发生的一个环境条件的主要就是空气干燥,湿度小 这个是白粉病啊,发病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呢,我们平时啊,就是说啊,会使用一些防止白粉病的这个一些药之外呢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啊,这个笼与笼之间啊 这个操作行,大家可以看看啊,我们是保持一定湿度的 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啊,现在棚内基本上白天这个最高温度都能达到 将近38度啊,39度 所以说呢,这个操作行啊,基本上两三天啊 我们就会单独的就是交一次这个操作行啊 让它呢,就是保持一定的这个湿度 这样子呢,把这个白粉病它发病的一个条件给它破坏掉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 希望咱们朋友们你有更好的这个防止白粉病的一些方法 或者建议啊,可以向方留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